我先講一點背景 關於這個課題 為甚麼我這麼大膽去做這個工作方的課題呢 2000年左右 我的身體開始出現問題 出現甚麼問題呢 我的便秘問題開始很嚴重 你知道便秘不能治療 那你的病毒就是積聚大腸的 那其實就開始吸的了 那又怎樣呢 那一開始 我2000年都是在說那時30歲而已 沒有理由這樣 我那時候做運動 我又正常飲食 但是你沒有辦法 那怎樣呢 看中醫 她就說她給點射藥 射完之後又塞過 有個中醫就說我肝氣不足 所以推不到大便出來 那吃了幾粒又好像好一點 但是還是不行 那就開始越來越嚴重了 那個便秘開始令到我的腸胃敏亂 有一段時間 是可以整個星期都沒有大便 又可以是喝水都會吐舌 舌到沒有東西好舌 那那個大便的問題嚴重到 基本上你每天坐在廁所裡 那什麼時候吃 你有東西吃的 我吃了那麼多東西 去了哪裡 摩兩塊 那究竟在哪裡來呢 而最大的問題就是我的身體開始差了 就是免疫開始差了 因為你帶不到便 你排不到毒 我記得最初那時候 我大約是一個月有一兩次感冒 好 後來去到最嚴重的時候 我只是一個星期 只有一兩天不發燒 仍然是沒有大便 每天就是微微溫 那時候我就問過一些治療法 或者中醫師 他說如果你的體質好 是可以發到燒的 即是你發燒是一個體質好的現象 因為你知不知道你的體 你發燒是一件什麼事呢 發燒是你的人 因為有病菌或者身體有問題了 那你的自然警報系統就開始響 第一就是你的編途腺喉嚨痛 告訴你 你糟糕了 那跟著呢 如果你的體質好呢 就會進入發燒 因為當你發燒燒到一百零二度 你身體的那個血的大氧量是最高的 而你在一百零二度的這個體溫呢 是最有效率地製造白血球去打仗的 而在一百零二度這個高溫的狀態呢 是最不適宜病菌生存的 簡單來說 你能夠自動反應 你認識燒到一百零二度呢 那就是說你的體質真的很好 體質好的人才可以發燒流到汗 體質不好的那些呢 是燒不出的 燒不起的 而最大件事呢 就是微溫 這樣就糟了 你因為微溫呢 你不斷虛耗你自己的體力 不斷虛耗你的體力 那段時間呢 地鐵你都不要說 穿著凍得不得去到哪裏 都陰風陣陣這樣 那怎樣呢 真是沒有辦法 我記得是一年 沒有任何好轉 身體總之越來越差 那段時間就是什麼呢 讀過自然療法 給幾皮東西去讀自然療法 又學過很多 那段時間呢 基本上就是 花很多錢去看很多醫生 一有中醫徑就說去看 這個針具又說可以 接著這個又說怎樣怎樣 去到日本學 學學靈氣 給幾皮東西 總之就是 那段時間呢 令我把所有的積蓄 都花了去看病 亦都很幸運 在那段時間 因為花了太多積蓄去看病 而令我今天 認識了很多關於看病的人 那怎樣呢 最後呢 我是怎樣開始好呢 最後呢 我是選擇癖谷的 癖谷就是完全不吃東西 你的身體自動進入排毒的狀態 那一次癖谷完之後呢 那我體質就開始改善了 那我癖谷完之後 那次的大變 那些問題就一直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到現在了 那其實 如果你問我回望 我那段時間 為什麼這麼大病呢 我會說 如果不是我這麼大病 我想我不會做這行 就是根本沒有契機 突然為什麼會做這行 所以 所以老天有些事情要整定 是需要我病一段厲害的 讓我終於開始 人生生命的新轉變 那但是怎樣也好呢 我只是想告訴你 就是 我的興趣就是看醫生 那我有很多香港的 神奇醫生的那些referral 總之我們的目的就是 希望你幸福快樂的同事 我告訴你 我今天有很多 在我十幾年來 實際病得太多了 還有最重要是先康復 如果你說你繼續病 你也快要死 那當然聽你把鬼就走 那我是有很多的經驗累積 然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而其中一個 由我生命開始 我知道怎樣去處理我自己的疾病 就是在這個POV學動 我過往 我已經十年沒有看西醫的 終於呢 一年看一兩次左右 那我有沒有感冒呢 有 但是我會用這個系統的方法去治療 一處理完之後 發燒喉嚨痛就走 你的感冒就會走 所以我今天用的方法 我們教的 是第一 我作為用家用過 第二 我們想給你一個新的角度 給你看 原來可以這樣醫病嗎 原來是這樣的嗎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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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這樣 你聽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